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呃 第四个小部分的内容 就是软件测试人员的这个 呃 职业发展啊 那在这儿呢 说实话 这个 呃 用途不大啊 嗯 毕竟呢 在这个 呃 测试啊 说实话呢 测试呢 它是 呃 在很多公司呢 会认为它是一个管理岗 或者说说一个技术岗 那 呃 测试呢 分成两种 这个 呃 未来的话 可能会有两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呃 左边的话呢 是偏这个管理方向的 呃 为什么呢 因为测试呢 是要跟这个软件的参与者啊 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去打交道 所以呢 当你的这个呃 管理能力有一定的提升的时候 你可以走管理方向 然后呢 也许也有些人的话呢 会比较偏向于做技术方向 呃 钻研技术 比如说 呃 男生 呃 或者说一些有个别癖好的女生 呃 都会喜欢技术啊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说 呃 在这个呃 测试啊 在测试这个 就从这个技术方向啊 技术方向的话呢 就是说 一般的话呢 是 不管你入门啊 就是说 在这个 入门的这个阶段 就是 测试工作前 比如说前三到五年之内 你就别想着去走这个什么样 管理方向 啊 而且呢 这也是面试过程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忌讳 呃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面试了 说 呃 你的这个面试面试官呢 可能就是说部门 测试部门的呃 技术 技术的管理者 比如说你未来的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你说我以后想当这个呃 测试主管 那完了 你你可能就没有后面的机会了 是吧 那你干了 你要干了主管 对吧 他他他干啥呀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面的话呢 也别说自己想转向这个管理方向 明白吧 哎 就是就是技术啊 就是技术 那哪怕你心心里是那么想的 但是你也别说出来 明白什么意思吧 嗯 对 你心里就说就就就刚才那句话啊 心里边明白 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想 但是别说出来 明白吧 哎 就是就是做技术 而且刚对于刚入门 你都没技术的 你管谁啊 再说谁 人家有技术的 你人家有技术 你没技术 你管理人家人家服气吗 对吧 一句话就给你怼回来 你懂吗 你会吗 对 所以当你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也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之后 然后你再去做去做管理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肯定都服气啊 对吧 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都能解决 对吧 哎 所以呢 这管理 也是要有这个技术 技术支撑的啊 你如果你没有技术支撑 一问三不知 对吧 人家肯定会心里在说 就这还管我们呢 还不如我自己 那有啥不敢呢 不可能啊 我以前就是那么干的 所以呢 在这里边啊 刚入行咱们就那个踏踏实实做技术啊 然后之后呢 哪怕你说哎 你的技术到达一定程度了 你说我偏向我做技术主管 或者说这些的 那是以后的事 但是刚开始就别暴露自己的这个什么呀 目的 对对对对 要 要这个什么呀 就是低调 嗯 低调一些 所以呢 这块呢 知道一下就行 虽然有这么多 啊 虽然有这么多 但是的话呢 就是刚开始还是从基层的手工测试啊 测试工程师做起啊 然后后面的话呢 在 徐徐渐进的方式 行了啊 这个知道一下就行 好 关于这章节的内容呢 就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章里边啊 就是呃 第一个 第二个 嗯 测试的分类是这章节的最核心的这个 内容啊 第二节呢 软件测试的生命周期 这个呢 就是软件测试的流程 呃 流程这个东西挂在嘴边记住就行 后面呢 怕呢 我们这个 在做项目的练习的时候会按照这样的流程的去 工作和做事情 那这个呢 也是呃 多练习几遍就会容易记住 啊 第三个的话呢 测试软件测试的原则 那这些原则呢 可以保证我们在测试的工作中啊 就是说你不再是一个这个 就是不再是一个 呃 特别小白的人啊 最起码呢 对行行行里这个这行里边的一些 呃 规则 或者说潜规则要有所了解 那最后呢 职业 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的话呢 就是 是比较长远的一个东西了啊 那比如说在这个测试这个领域啊 在这个 在这个招聘的这个 招聘信息里边啊 初级测试工程师 啊 呃 自动化测试工程师啊 高级测试开发工程师 这些的话呢 他是 他是从都是从技术方面去说的啊 如果说你在 在投简历的时候 也会可能会看到这个什么样 什么测试经理 测试主管 你就会发现他会有 比较 比较多的这个 工作经验的要求 呃 基本上都是五年到五年以上 这还是少的啊 再比如说他会有一些 硬性的技术要求 如果你压根都不懂 没做过大型的一些项目的话 没做过这个 没有做过管理 啊 基本的一些管理工作 那基本上是基本上没啥细的 呃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技术 是大家提升的时候最快的一个 路径 而且呢 说实话 管理不见得比这个什么呀 技术赚的多 呃 有些公司的这个管理岗 要低 工资要低 而技术岗呢 工资要什么呀 高一些 啊 这因为管理 它比较偏重于这个协调 协调方向 那 工作 技术工作稍微少一些 所以呢 他的这个说实话薪资 不是特别高 好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行啊 所以呢 这张节的重点是在软件测试分类 按阶段 按技术 按代码运行 按软件特性 还有其他的软件测试的分类 那些概念和名词都得记住了 啊 这张内容呢 就 结束啊 下面的话呢